这个首页上呢 还有一组幻灯片 这组幻灯片里面 都有一个了解更多这个按钮 现在我想在按了这个按钮以后 也可以打开一个内容的详情一面 这里我们可以使用一种不同的方法 先找到这个幻灯片里面的 这个了解更多的按钮 在这个组件上面 可以给它绑定一个Tab试价 试价的处理方法的名字 可以是ReadMore 然后再添加一个资金翼的属性 叫DataID 对应的值就是item下面的ID 这样我们就可以在试价的处理方法里面 去得到被按的这个按钮上面的 DataID这个属性的值 然后可以利用这个值 把用户呢带到对应的页面上 打开这个页面的主逻辑文件 PagesIndex下面的index.js 这里我们可以添加一个方法 叫ReadMore 试价处理方法呢 都有一个invent参数 表示试价 它里面我们可以用一下WxNavigate2这个接口 它可以在不关闭当前页面的情况下 把用户呢带到新的页面上 在它的这个对象参数里面 我们可以添加一个URL这个属性 对应的值就是一个页面的地址 这里我们可以使用一个字符母版 PagesVehiclesShow 加上一个ID这个查询参数 对应的值呢就是InventTargetDataSet下面的ID 然后再到模拟器上面 我们可以去试一下 按一下欢迎片上面这个了解更多的按钮 会把用户带到这个内容的详情页面上 再到方订阅呢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